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一掉下来有声音 你以为那个是一个冰厨的门 错 你打开后 天哪 它里面是个酒吧 来我家 你们可以来我家 冰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榴莲 冰城有一个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叫做榴莲山 那个山呢 里面除了猫山王 二十四的 你要什么榴莲的品种呢 都在 都在 山顶上面 等榴莲掉下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一掉下来有声音 咦 在那个地方而已 但是你看很近哦 它听声音很近哦 其实蛮远的 尤其是冰城 它有很多 hidden bars 如果你走在马来 晚上 大家走在马来西亚的街道上 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当铺 你不要以为那边只是卖零食或者是卖水 你以为那个是一个冰厨的门 错 你打开后 天啊 它里面是个酒吧 马来西亚太多这样子 而且它的装潢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外面你完全听不到酒吧的声音 如果朋友想去香港的话 我介绍你们去海公省 找一找香港人隐藏在角落里面的美食 那边有很多很多shopping area 景色非常优美 那边有一个邮轮的站 所以我去到那边呢 被人认出来了 李南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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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 你们香港人怎么认识呢 他们不是 他们是新加坡人 它的芥兰 哇 那个芥兰 那个芥兰真的太好吃了 就是脆绿 然后油绿 你一咬下去的时候 卡卡卡卡卡卡 你知道那种crunchy 那种脆跟那个汁喷出来 就你要去去香港 你要去找这样的地方 你一定会爱上香港 当然你要去台北的看那个101 你们可能走去101 去比较高级的 阳明山 然后呢 它有一家餐馆叫做屋顶上的top 但是101上去好像是要买票的 不知道多少钱 多少钱啊 其实101的消费 我坦白讲 我消费不起的 那我一上去的时候 我还以为 啊 我们要去山上吃东西啊 有很多蚊子 如果带我的粉丝 我会去看基隆的海港 那些遗传 他们满载而归的感觉 他们在那边在喊 在卖那些海鲜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人家不同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从山顶往下看 台湾台北的那个城市的夜景 那个灯光闪耀 哇 过后我就听说 哦 原来 那一餐还蛮贵的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说 喜欢夜景的朋友 你们真的可以考虑去阳明山山 吃一下晚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南兴 我是Jasper Sly宇涵 麦鱼哥 王磊 我是柯敏 赶快下载 AMPLAY 体验新马感台 四种精彩 - 子宇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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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